有機會,我幫大家問了大家的問題,這次的去答 Chart Room 有人問,請問可不可以All in my Tesla Chart Room 另一個是剛才我講的問題 Tesla 只有幾股,等了整個星期都不會 都有點怕,越等越高 可不可以怎樣都先追了 你怎麼看呢? OK,這樣說,其實首先,反而回答了尾二的問題 雖然有些人問,如果我只是選一隻股份 過去這兩年都是問我選一隻股份,我都是選Tesla 長遠我繼續看好的,現在還沒發酵 待會再講長遠的事情 但這個是一些風險管理,我很坦白說 我不會出去跟別人說,你All in 不會這樣,就算我自己也不會這樣做 總之我多看好,始終風險管理就是風險管理 而且去回答的時候,你也會害怕 如果你整個倉德那隻股份 是的,這個是心理質素的問題 會很影響自己的,不是說你心理質素也沒有問題 你會很影響心理上的健康 因為我們聽到有些朋友 其實他也有使用Tesla 即是股份 但是問題是,你見到今年升這麼多 其實我們聽過,如果不是升過1200元 之前剛剛升到大概1000多元的時候 是跟我們說,其實他輸錢的 是的,因為這個原因是Tesla 其中一件事是,這個股份的波幅很大 是的 你來不來三成至六成呢 是預算的 其實過去兩年已經發生了好幾次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不要特別是All in 或者那個All in 不是影響到你生活的那種All in OK的 是的 但是如果短線上面,真是被迫著搭短線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短線的直播率 就不是那麼高的 你說長線鏡會不會有乾媽說的那些 三千那些 我覺得不出奇的 坦白說 等一下再說為什麼 但是 其實短線的直播率不高 一來其實如果你當純粹是技術圖表的人 你會看到現在很近兩個明顯的量度阻力 一個就是其實你今年年初整個上升三角形 就是由二月到九月那個上升三角形 突破完之後 那個量度目標就是大概1200元 是的 1200元鬆一點 不追究那幾十元 但是 另外就是如果你拿著大概年多兩年的一幅圖 其實你會看到那裡有一個很大的上升通道 而這個上升通道頂 其實就是在現在大概 所以其實你現在就變成一個直播率不高 第三點 其實有一點點叫做隔一隔來的就是 大家會聽到八號 即接下來八號發 會有一隻股份IPO在美國 是的 那隻Rivian 那隻就 因為美國政府好像很支持那隻 所以其實它的股值不低 你當時有點陰謀一點去看 究竟會不會其他大行要給那隻IPO上 所以令到它短期裡面 都要令Tesla很高估值呢 OK 那這個是少少陰謀論去看 那這個就是 短線如果你被迫著我要去回答 就是 不是說你被迫著 我自己 大家都想知道 是的 那我自己看短線 你如果它回 其實我覺得 它很流行突然聲聲 可能突然急回 急回 急回那一下 你看一下大概 1050附近的幾十元 會不會有個支持的 因為其實今次突破了900多元上來之後 其實那裡曾經唯一抹過的時間 即使抹過 都是1050附近曾經抹過這些位置 那你看看會不會那裡有這樣的支持